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某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你们会不会打野 虽然我经常下饭 但是以我的操作高低也算得上是个野王吧 看我这70场就拥有45%的胜率 你们要知道 35%的胜率那都是非常稀有的 像那种高端的50%的胜率 我基本上是触碰不到的 毕竟成功地打到45%的胜率 就耗了我很大的惊奇 我这个战绩发出来绝对经验在做的所有人 好准备来准备发战绩 经验所有人 我操作发出来了 这次我玩礼白呢就直接红buff开 可能就有的观众朋友们想问了 关某关某你为什么要红buff开不蓝buff开呢 其实这一方面呢就体现了诸多的细节了 但是怕你们听不懂我就简断解说了 因为红buff它是红色的 出门先开红代表开门红习信 这不是非常的有道理 对不起我以后不讲什么笑话了 这里时间马上到一分钟 我们还等和谐刷新 然后我们辅助拿了个一血 不做很帅 然后还拿了个双杀 哇你这比c未流啊 不过这都是题外话 我们当务自己事先把和谐给拿了 不就是个和谐 马上给你上给你 他搞得好像身边有野怪刷一样 所谓打野 就是要利用好野区里面的所有资源 要进入野区 他想走 不过没机会了 使用惩戒 直接降临他的遗述 他已经没了 我们直接回头打野怪 真男人 绝不回头看爆炸 为什么这个主宰会帮我攻击呢 因为他是我的 Blu-wise Y2 大公 对不起各位排了啊 我有罪 我有罪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不知道发音标准 对不起 我有罪 我不应该玩这个梗的 我有罪 主要看见主宰帮我击杀人的时候 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 好的 我们现在直接来帮上路抓一下对面射手 一技能位移过去 直接骗一个张飞的大招 等控制效果结束过 我们就直接找对面的孙上香 但是这个孙上香他很聪明 他不出圈 不过在我们的普攻面前 什么操作都是无意义的 看样子张飞是对我有想法的 并且他还实现了 这波怎么说 辅助难道 不亏 不知道这个是你们恶没有啊 来我们一技能过去 再过去 画个圈 漂亮 画了个饼 对面要大招回跳 爷爷画了个饼 非常帅气 这两个大饼 各位观众朋友们吃饱没有 吃饱了就好 好这里对面要过来 我们直接吃A 没一道 吃A 没一道 转个圈收掉 满满的全是细节 现在呢我们来上路蹲一下人 蹲人什么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耐心 算了我们还是去抓中路吧 这里对面玩儿想飞 我们活物直接把他控制住了 织棒一技能过 我们直接画个圈 然后成功开掉队友一个人头 要不对 是补伤害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Blue Eyes 大招飞过来了 我们直接画个圈躲掉 曹操来了 我们先战术撤退一波 但是这个曹操追着追着 好像发现兵线比我的人头要香 就回去清兵线了 那么这个玩儿大招肯定要好了 我们直接又画个圈躲掉 可以说躲掉了吧 但是没有完全躲掉 但是他这个玩儿有点不争气 自己就把大招给搞断了 不过不用慌 我们吃A接住大招 然后直接开大 大招是放完后 直接二段一跑路 对于这种玩儿呢 我们就直接打字 跟他交流一下 像这种充满感情的问候 直接一波将近九 画个圈圈开个头 张飞想着我们就直接追 然后直接回来 偏波大招非常的细节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跟小兵单挑 但是对面曹操想过来阻止我们 我们就先A一下这个炮车 然后直接过去画个圈 给个大招 皮二两没掉起 三波没有关系 我们这里再来挂一次 两个一技能进去 然后画个圈开个大招 赚了习惯了 刮就刮吧 刮完够直接回来 What's up 怎么还有人蹲影子啊 完了这不要死这不要死 拆文机拆文机 我没死没死 我不用走 我还能反杀 回头开了几人 普攻接着大招 直接开大 完了大招 完了大招 会不会死会不会死 这里还有一个玩意 我们一技能过去 画个圈再给一个一技能 他肯定想开大 我们直接回来 还想大我 开玩笑 这 这个普攻 我是真没想到 好这里再次遇到对面玩意 我们直接过去 好漂亮 搭血没了 溜了再见 多有打倒对不起 这个不是我操作失误 这是因为到了后期 完了的伤害 他起来了 懂吧 起来了就 打起来就比较 随便吧 好前面有个亲密线的玩意 我们打玩意 必须得先手 靠近我画个圈 他想走 我们一键再跟上去 这里我输了 大招都还没结束 我就再狂点大招 不过这个玩意也输了 我们直接把他收掉 好这里曹操过来了 我们先不用慌 以他的速度 他靠近我过后 我的一二技能都好了 我可以直接跑掉 闪现啊这波 这波是闪现 那么现在时间已来到了13分钟 我刚开一条主宰 对面就和我们打起来了 我们就直接绕后 去把对面残血给收掉 那么现在团战打完 对面就剩张飞一个人了 看他这个样子 是非常想守住二塔的 但是我刮摩了 《生之王者》是个推塔游戏 人可以不杀 他必须推 他推完过后 我们直接过去给张飞再挂个大招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开始压对面高地了 这里我们现在后面等待 直接等对面干扰 结束过后 我们直接冲进去 释放二级人 直接击杀孙上香 可能这个时候巨人要问了 刮摩 刮摩 为什么你的里白 还看起来不怎么挂杀呢 其实呢 这是因为啊 队友在打上台 我只是在收人头而已 所以这一局的 我们就顺理成章的 获得了游戏的胜利 并且我还成功的混了个MVG 怎么说 这波怎么说 这波是属于K兔仔的胜利 那么本期视频就像这里了 我就不要投币点赞收藏了 点个关注可以吧 当然要是不行 还是发个下次一定证明你们来过吧 那么我是高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